讲修行 落实于生活 讲经典 愿愿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1048 无修而修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史曰 还可修正否 曰 修正即不无 污染即不得 史曰 只此不污染 诸佛之所护念 辱记如是 无益如是 欢迎禅师能够回答六祖大师的问题 而且也回答得对 但是六祖希望他能够一层一层地真正去突破 挺身 于是 六祖大师进一步问环让禅师 曰 还可修正否 即 既然你懂这个道理 既然你已经悟到了本心 你还需要悟后起修吗 说不修好像也不对 说要修好像也不对 你不要想在禅者身上找到一个标准答案 但是他所回答的都是正中要害 他不见得有你预设的标准答案 如果你不修 问题是 那你的仪器在不在 如果你说修 有什么东西好修的呢 如果你彻底明白 你要修什么呢 环让禅师回答曰 修正即不无 他还要修 就是不执着空 污染即不得 你说修什么 不是菩提自信本来清静吗 清静是你修的吗 就是不执着有 你看人家的回答 这就是中道 他悟到了 环让禅师回答的这两句话都是中道 虚 不需要修正 不是没有 但是真的有一个东西被污染吗 没有 有一个你所谓的无名吗 无名可以污染你吗 但是你现在又摆脱不掉 所以 礼事还是要圆容 修正即不无即理 污染即不得即是 六祖大师曰 只此不污染 诸佛之所互念 他应可怀让禅师 辱记如是 无意如是 诸佛及所有觉悟的人 只此不污染及清静的心 及佛性 意思就是 所有觉悟的人都是时时刻刻在善护这一颗心 诸佛告诉我们的 也是众生就有佛性 要善护念自己的佛性 念佛其实就是念念觉醒 念念觉悟 念念清静 反正你没有怎么样 你的心没有增加什么 也没有少什么 你的心不需要有什么善恶 罪恶感 心就是如此而已 心是什么 说是一物即不忠 你说它是什么 我们的感觉却非如此 心中有很多心事 有很多疑惑 心中有很多不安和恐惧 它放在哪里 你的那些妄想 执着放在哪里 你都没有很清楚地看到 这颗心是清静的 因为它无形无相 你怎么污染它呢 但是 你总是觉得你的心有很多问题 所以 你就变成有心 却看不到这一颗心本来的样子 它没有其他的妄心 这叫做心字无心 但是 你不要觉得 我心字有心 师父 你可以教我修道无心吗 其实这样的概念 出发点就是错误的 但以方便来说 就我只能以对质的方法 勉强跟你说 因为你创造出有这个 所以 我教你消除这个有 然后达到无 你这样的修是有问题的 你表面上获得短暂的平静 短暂解决问题 但是斩草不出根 春风吹有声 没完没了 你很勇敢地去面对你的心 你好好看看你的心 真的有什么东西吗 问候思维 如何将修行落实在生活呢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则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